环球网军事1月11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月10日报道 中非共和国国防部长克雅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可能会在该国境内部署军事基地 双方的框架性协议规定了这一点 但暂未讨论该问题 2018年8月 俄罗斯与中非先署了政府兼军事合作协议 协议规定在中非被伦哥成立一个培训中心 那里的士兵在俄教官的帮助下训练使用武器 并学习作战方法 赫雅拉说 我们还未谈及基地的具体发展 但我们两国已经先署的框架性协议 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身为最高统帅和国家领导人的两国总统决定部署基地 那么我们将会这么做 而我们作为部长就将执行这样的决定 他指出 不用将贝伦哥军事训练中心视为俄军事基地 但人们已经开始这么看待他 他还指出 中非共和国总参谋长 曾赴俄罗斯受信 环球网军事12月14日报道 俄罗斯微信通讯社12月13日报道 据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的办公室透露 鲍里索夫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在大马市格举行会晤 讨论了俄罗斯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的问题 鲍里索夫办公室发言人称 鲍里索夫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举行了会谈 一题包括政治问题 也包括俄罗斯在该国参与消除战争影响 重建和平生活的问题 以及工业、医疗、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阿萨德表示 叙利亚战后重建 需要200-400亿美元 为驻日美金基地搬迁建造新基地 不顾冲绳民众的激烈抗议 详行在冲绳县宁户市边野谷地区 实施填海造陆工程 为给驻日美金航母舰载机 模拟起降信链提供信链场 高价收购满毛岛 近日 为流入驻日美金 日本政府煞费苦心 无事民意无法回头 据日本共同事报道 近日 日本政府在冲绳县边野谷地区沿岸填海造陆 为美军建新军事基地 引发民众的一代抗议 1月7日 30多名日裔美国人 在美国白宫院前集会示威 要求停止填海造陆工程 褚败此次白宫集会的日裔美国人罗伯特委员 在白宫网站上开展了 要求停止填海造陆的电子签名请愿活动 截至1月7日 请愿网站上共有19 5万人签名 这次日本民众抗议和请愿活动的力度和规模显索未有 不仅把抗议示威范围 扩大到白宫门前 还借助互联网 扩大国际影响 向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施压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 建立一项制度 凡是民众在白宫网站上 争得超过10万人签名 就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回应 但特朗普政府能否延续奥巴马时期的制度 善待观察 此次抗议活动围绕的中心 是普天尖美军基地搬迁问题 普天尖美军基地位于冲绳县以越湾市 是驻日美军在冲绳的最大军事基地和最大直升机机场 周永生表示 日美政府1996年商定 在冲绳县内搬迁美海军陆战队普天尖基地 游人口密集的以越湾市 迁到名户市边野谷 然而 驻日美军犯罪 队击 高空队伍 噪音及污染等问题持续 当地居民不堪忍受 多次要求关闭该基地 把新基地完全牵制线外 对话是冲绳民众 在抗议前的一带呼吁 冲绳县之事 玉成丹尼 2018年9月当选后多次赴美国游说 反对美军基地先内端签 提议美国 日本中央政府 冲绳县政府 做三方对话 协商新基地悬置纠纷 美国政府回应 这一纠纷应当在日本中央政府和冲绳县政府之间解决 填海前一天 玉成在东京分别念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监义委 防务大臣严无一 请求中央政府在管施工 参与对话 2018年12月14日 日本中央政府强制填海 玉成丹尼谴责日本中央政府单方面决策违法 强制往海里青岛沙土 丝毫不顾出神人的意愿 我非常愤慨 共同社报道称 左手填海 意味着普天尖基地搬迁 进入无法回头的阶段 日本政府预期在边沿谷道路径160公顷 新建两条飞机跑道 共后期基地建设使用 全部工程定于2022年完工 捆绑盟柔捆住立役 日本政府为何无视民意 只要将普天尖基地 设败冲绳岛内呢 日美同盟关系 是二战后日本外交的基础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是日美关系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协院日本研究所 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 对本报表示 根据日美安保条约规定 美国可以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的 任何一个地方设立军事基地 驻日美军事历史遗留问题 日本中央政府认为 必须加强日美军事同盟 因为驻日美军队保护日本国土安全 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口是朝核安全威胁和所谓中国威胁论等 冲绳是战略要地 美国不想离开 保护日本安全指示接口 周永生表示 自上世纪50年代初 美国纠集和拉拢其亚太盟友 在中国海上方向 构筑第一 第二岛链封锁 冲绳岛就处于第一岛链上 原本 第一岛链是为拦截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 苏联解体后 美国依然在冲绳 保持大量驻军 核心目的是对中国和朝鲜大岛 实施嫌疑部署和前沿威慑 美国不想走 日本中央政府理想留下美军 双方一拍集合 除了在冲绳填海 到陆维美军建新军事基地外 为了留住美军 日本政府不惜花大价钱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计划花费约160亿日元 约合10亿人民币 购买日本新南地区的马毛岛 将其建成日本自卫队 及驻日美军的共用新剧点 共美军航母舰在机 陆上模拟起将训练 独卖新闻称 日本防卫省 已与马毛岛所属企业 就收购下基本达成一致 计划在2019年4月前的 本台点内签订收购合同 报道披露 为在马毛岛上建训练场做准备 日本防卫省在2019年度预算中 列入约6亿日元做环境调查费 日本屈服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 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周永生表示 日本为助日美军花费甚至 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在日美同盟关系中 日本得到的好处 包括舰船出海和军备扩张 与热东分析 一方面美国军舰 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活动 日本都紧随其后 另一方面 近年来 美日同盟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过去 美国是保护者 日本是被保护者 关系是不对等的 2015年 日本通过新安导法 捷进集体自卫权 使得日美同盟关系 朝着对等的方向发展 作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帮手 日本以保护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为借口 封家军废开支 增偏武器装备 破展军事力量 为修宪做准备 对话炮汤对抗下剧 冲绳民众扩大抗议的规模和力度是无奈之举 从以往经验来看 此次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态度 坚决且高度一致 不会接受冲绳地方政府的诉求 更不会做出任何绕步 旅要都认为 对话炮汤 必然导致对抗加剧 郁承丹尼表示 日本中央政府想强行开工填海 造成继承事实 这种做法只会招致冲绳居民强烈反弹 点燃他们心中的动火 周永生认为 就目前的形势看 如果美国不想射军 日本中央政府必须为新基地建设填海道路 安抚当地居民 是日本中央政府过去的惯用手法 一是环保和噪音问题上 做一些改善 二是中央政府多拨款 补偿冲绳民众损失 三是敦促美国政府 做出不老民的承诺 但坚持在冲绳驻军部署 算是旅游签证优惠政策 但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 满足冲绳民众的诉求 也无法真正平息冲绳民众的愤怒 冲绳民众反对日本中央政府 和美国政府的呼声将更加激烈 只要日美军事同盟存在 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 就很难解决 旅要都认为 日美以确保日本安全和东南和平稳定为借口 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引人警觉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美染国今年已在具战略位置的冲绳周围海域 首度举行地对线导弹演习 美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 把M14-2高机动性多版货舰系统 外加一款最大射程 可达300公里战术导弹 附属到冲绳岛上 理论上 只要在宫古海峡任何一端 不属这样的武器 就能实现严密封锁 这只是日美加强军事同盟关系的缩影 周永生表示 日美加强军事同盟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军事支挥 日本的海上和陆上自卫 对指挥总部 离驻日美军基地指挥总部的距离越来越近 试图达到战时一体化的指挥效果 二是联合训练 日美频繁地进行联合军事训练 三是武器装备 日本大规模进口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 如F-35战斗机和两栖攻击舰 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日美不断加大在东亚的军事部署 只会加剧东亚地区的紧张关系 增加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更把整个世界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纽约都说 XV-8PLOS 7500D2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卢干斯克 12月22日报道称 自行宣布独立的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局新闻处处长 雅科夫奥萨德奇向记者表示 在有乌克兰强力部门坦克 和其他武器的燃猎火车抵达顿巴斯鲁比日内火车站 他表示 燃猎在有坦克T-64 反坦克套和BMP-1步兵战车的火车抵达鲁比日内居民点火车站 乌克兰当局2014年4月开始采取武装行动 ZF自行宣布地卢干斯克和顿叶茨克人民共和国 他们在2014年2月 乌克兰国家政变后宣布独立 据联合国最新资料显示 冲突造成一万多人死亡 各方一直在讨论顿巴斯局势调解问题 韩国政府从2014年9月起已经通过三个文件规定缓写冲突的措施 包括停火 想而停火协议签署后冲突双方仍继续互相开火 XVBad POS 7500D21 新华社首尔1月1日电 记者陆瑞耿携鹏韩国政府已日发表声明说 韩国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地继续努力 实现大岛完全无和话 构建大岛永久和平 以及扩大北南关系的表态表示欢迎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说 韩国政府坚持一贯立场 现实与行韩朝跟签署的共同宣言 大幅改善南北关系 努力实现半岛完全无和话和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 声明说 韩国政府今后将与韩国国民共同努力 推动韩朝之间的和解与合作 推动韩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同时 韩国还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 为实现半岛完全无和话和构建稳固的和平机制竭尽全力 金正恩一日在新年贺词中 强调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和话的坚定意志 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朝韩、朝美关系 新华社武汉1月10日变 记者徐海波深东时节 位于厄域交界大别山环罩中的湖北省洪安县二城镇三里港村富嘉湾 还能看到大片绿色和田间耕作的农民 背靠富嘉山 面朝金珊湖国家湿地公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湖国家湿地公园